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的他 身陷困境 狼狈不堪 为了能有个安身立命之所 康特带着身旁的哑巴小男孩 把所有的希望都倾竹在了建坊这件事上 每日 他们穿梭在工地之间 搬运砖石 搅拌一刹 小小的身影满是倔强与坚持 每一砖一瓦都承载着他们对未来家园的炽热期许 可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 这段日子 天气骤变 阴沉的云层像一块巨大的牵绊 沉甸甸地压在天空 预示着一场大雨即将倾盘下 那尚未完工的房屋 此刻还不能为康特遮风挡雨 康特心急如焚 望着那千灰色的苍穹 不敢有丝毫耽搁 天刚蒙蒙亮 脸匆匆成车 带着小男孩奔赴城里 抵达城里 人来人往 可康特无心欣赏这世锦繁华 他尽职奔向售卖雨布的店铺 在琳琅满目的货架间仔细挑选 手指骂撒过一卷卷雨布 权衡着材质 尺寸与价格 最终选定了歪一款后世耐用 防水性能极佳的雨布 这块防雨布康特今天 将用于临时居住地的搭建 结账时 看着账单上的数字 康特的心微微一紧 手头本就拮据的积蓄又少了一大截 可他咬咬牙 还是付了账 此刻 康特他知道 每一分钱的投入 都是在为那飘摇不定的生活铸牢根基 即便前路依旧坎坎坷 风雨或许还会无情拍打 但只要能护住这建方的希望 他便有勇气 有决心在这艰难生活中 一步一步 蹚出一条通往安稳的路来 而昨天老者告诉康特 等康特建造好房子 阿祖法还有可能和自己复婚 也成了康特奋力建造房子的动力 命运的齿轮在婚姻的轨道上 陡然一转 虽已落下离婚的定居 却又悄然留出一丝转迹的缝隙 昨日 阿祖法的一番话 宛如一颗石子投入康特原本死记的心虎 激起层层涟漪 让那看似熄灭的希望火苗 重又闪烁起微弱的光 原来 此刻他们正身处律师所言的离婚考验期 这段特殊时光 恰似命运设置的缓冲地带 给予两人冷静反思 权衡抉择的契机 一如一座摇摇欲坠的桥梁 一端连着破碎往昔 一端通向未知结局 能否稳固跨越 全凭他们在这段日子里的作为 康特听闻此讯 内心无畏杂陈 往昔的追悔 当下的畅亡与未来的忐忑交织翻涌 他深知 过往家庭的支离破碎 母亲的蛮横无理是罪魁祸首 那一次次毫无缘由的刁难 邪似低礼的争吵 如汹涌暗流 无情侵蚀着他与阿祖法的感情根基 直至将曾经的爱潮冲垮 如今考验期的终声敲响 他明白若想重拾旧情 修复裂痕 首当其冲便是驯服着家庭风暴的源头 母亲的肆意妄围 建房之势同样刻不容缓 那座未完工的房屋 不仅是遮风避雨的物理居所 更是他决心以诚意的具象呈现 在宫地康特斯一位披荆斩棘的战士 身形疲惫 却目光坚毅 搬运沉重砖石 搅拌粘稠一杀 每一动作都倾注全力 烈日下汗水湿透一扇 寒风中双手动得通红 只为能赶在风雨侵蚀前 让房屋拔地而起 以崭新面貌迎接可能的团圆 阿祖法这边 虽已被生活的波折折腾的心理交绪 却也未曾全然割舍对往昔温情的眷恋 离婚是无奈之举 是被婆婆的无理逼迫至悬崖边缘 不得已做出的自保抉择 在这考验期内 她意在悄然观望 心底暗自期许康特能有所改变 有所担当 冲破家庭困境的桎梏 重新为她们的感情撑起一片晴空 而考验期这段日子 时光仿若被拉长的思现 每分每秒都承载着重生或永别的可能 康特必须周旋与母亲与建方事务建 康特必须想办法说服妈妈 或者说把妈妈关进监狱 而这个小屋康特也必须努力建造 只有建造好了小屋 而且把妈妈都说服了 康特才有机会再次和阿祖法提出复婚 老者在这件事情上一定会帮助康特 而还有网友认为 康特应该建造好房子后 就赶紧去找奶奶 现在奶奶对康特来说非常重要 康特要想复婚 就必须带着奶奶一起去找阿祖法 奶奶一定会帮助康特的 而康特只要处理好了妈妈的事情 然后再改好房子 那摩康特很快就可以和阿祖法复婚了